音乐 各位风云军事 宰君室的觀眾們 某們 大家好 我是羅根斯 我最近的風采老是被黑鳳凰搶走 我非常的鬱悶 今天我要帶大家來到我的死對頭 萬磁王的根據地 就是要跟大家介紹電影裡面 威力強大的電磁作戰系統 以及讓戰機能夠在航空面上 快速短距離升空的電磁彈射器 另外也要告訴大家 最近大陸的遼寧澳航空艦 跑到台灣東邊的菲律賓海 去了好幾天 是要做什麼事情 要在這邊大家一一的來解密 小友哥 我等一下要去國防大學 你這個造型還OK囉 如果到國防大學裡面的話 那這個通通交給你 鬍子也通通還給你走 好 現在我們就來到 台灣萬磁王的老巢 來跟大家介紹電磁炮 還有電磁彈射方面所研究的這個能力 羅根 你來幹嘛 目前台灣在做電磁軌道炮 還有包括電磁彈射研究 你已經是在台灣中第一的第一了 讓大家知道 今天我們台灣在電磁軌道 還有電磁彈射研究上面來說 完全沒有跟世界上脫節 好啦 你既然來了就讓你不欺死心 你想問什麼 你想了解什麼 我把我看家本領就通通跟你講 老師您能不能夠先跟我們解釋一下 第一代的線圈炮 它是怎麼樣一回事 我們把所需要的那個交流定壓呢 整流變成直流 就對電磁充電 然後它電磁裡面會到這個線圈來 這個線圈呢 它整個工作原理是怎麼樣呢 電流流通的方向 磁場的方向 力的方向 砲彈從這個地方 進入到線圈的範圍呢 它會被這個線圈的磁場所加速 這樣我懂了 中指它其實就是我們的砲彈 它的行進方向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 今天的這個電流呢 跟我們的砲彈 它其實方向是垂直的 然後在這個地方呢 由於它本身有一個磁場 所以由這樣一個方式呢 讓我們的這個砲彈 產生了 藉由磁場跟電流的交流作用 產生一個推進的力量 它就可以在這個砲管之中呢 沿著電流跟磁場的這個方向 往這個方向移動 柯老師 什麼樣的這個材質 可以拿來當作 那個電磁軌道砲的這個砲彈呢 在這個電磁彈射的東西呢 它一定是要金屬的東西 才能夠感應到這個磁場磁力 因為它速度快 它周圍會產生電漿 電漿會產生高溫 就會高溫就影響到周圍的一些 比如說你如果有火藥啊 木材啦 可燃物啦 或空氣裡面的氫啊氧啊 就會造成很大的破壞作用 為了讓這個子彈在飛行的時候呢 它的表面沒有被破壞到 然後飛行會比較穩定 所以我們另外一個叫做 所謂的電梳 這個電梳呢 跟軌道實際接觸 因為在高電流的狀態下呢 它會有表面溶死 所以我們這個電梳 就是在當犧牲品 滑射出去以後呢 這電梳就跟這個子彈分開來 然後子彈它走它靜靜的路線 那電梳就分開來 脫殼 脫掉 我們現在看到 其實以美國來說 它美國有在做電磁軌道砲的研究 而且美國也計畫放到這個 朱瓦特級的驅逐件上面 但就如老師所說的 美國的這個電磁軌道砲 它的概念跟大陸是不同的 它現在等於也碰到一個鹽巴 因為產量太少 所以導致單價大幅上升的一個情況 所以後來面 美國它可能會不會為了這三艘 朱瓦特級驅逐件 去做這六門的這個電磁軌道砲 或說它們可能有什麼樣的一個替代方案 這些值得我們觀察下去 大陸的部分來說 它們現在是把它的電磁軌道砲的原型 放在那個一艘軍艦 登陸那個戰車登陸艦上 去做這個相關這個研究 傳統火炮跟電磁炮 傳統火炮它是使用火藥能去推動這個砲彈 當然在這個情況下 它的砲彈就可以有多樣種的一個砲彈的一個彈頭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它的射程太短 以現在火炮來講 你了不起大概射個 甚至於說要嚴程這個方式 射到四五十公里遠來說 以現在的這個傳統的化學能火炮來說 大概是已經達到一個直線 但是以電磁軌道砲來講 像美國它已經完成了電磁軌道砲的研究 它的電磁軌道砲至少已經可以達到一百四十公里遠 甚至於未來 它們更進一步 它們希望能夠把電磁軌道砲的砲彈 推送到五百公里遠之外 五百公里是什麼樣的概念 也就是你大概在台灣 你從富桂角這個燈塔發射的時候 它可以把這個 在那個 鵝鑾鼻的這個 鵝鑾鼻的這個燈塔 都可以打中 但是缺點就是說 它本身是一個直射性的火性 也就是如何來克服 這個地球表面這個區域 另外還有一點就是 你呢 從發射點到你的那個命中點之間 要是一個完全平直開闊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些都會成為電磁軌道砲 為了在使用上 所需要去克服的一些難處 老師 您剛剛提到那個線圈砲 既然已經有這個電磁砲的那個效能了 那為什麼現在主流來說 它基本上它的做法 會從電磁軌道砲而捨棄的這個線圈砲 你如果要不讓線圈砲 能夠達到軌道砲的那個速度的話 你要好幾級 好幾級的線圈 但是你不能同時供電 同時供電的話 它很快就 消散掉 就沒電了 對 那個磁場就消散掉了 所以這個時間的拿捏的分寸的話 很不好去計算 所以才會有這軌道砲 電磁軌道砲 那軌道砲 我們通電的時候 假設這紅色是正電 黑色是污電 這個時候呢 它是沒有磁場的 對 因為它整個電路不是完整的 到這個地方是斷掉了 所以你假設這邊有一千輔的話 我的手這樣磨也沒事 就像鳥 存在那個電線上一樣的意思 那什麼時候它會產生呢 就是我們子彈 金屬的子彈 經過這裡 開始接觸到這個軌道的時候 它整個 通路 變成一個通路了 回路就完整了 兩邊正負電 它電流不一樣的方向 所以它磁場的方向剛好相似 就會把那個子彈做個加速的作用 簡單來說 我們這邊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就是呢 在這樣一個電磁軌道過程之中呢 它因為通電以後 其實你可以看到 有兩個磁場 有兩個手指產生的磁場 但是一個是正極 一個是負極 所以讓它產生一個 同性相似的 產生一個推進力 那這個時候 由於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炮彈到這邊 已經有一個出速了 所以這個時候 它進入這樣一個同性相似的 一個作用區以後呢 它會沿著這個作用區 它會不停的得到 來自於磁場跟電力 給它的持續加速 因此它在這個過程中 它會越來越快 等到從這個量噴出去的時候 甚至可以達到音速的 三倍、四倍、甚至五、六倍 都有可能 我們現在要 藉由高速射擊 來告訴大家 今天這個電磁軌道炮的 這個彈射 它的炮彈能夠飛到多塊 3、2、1 掛射 哇 這麼快喔 速度超快 而且我們剛剛甚至於 還看到有些火花噴出的這個情況 就告訴大家 今天這個物體 如果它產生一個高速的飛行 這個時候它本身表面 會產生一個電漿的效應 這個電漿它也帶有高溫跟高熱性質 所以電漿所至 無間不吹 無物不燃 所以我們現在也注意到另外一個跟電磁號 那個研究相關的在軍事方面上使用 就是電磁彈射器 我們看到美國的福特號上面 已經電磁彈射器已經上傳了 那老師 電磁軌道炮跟電磁彈射器 它彼此之間是有一個什麼樣的關聯 那麼在這個美軍的航空母艦上 它那個飛機要起飛的時候 跑道要夠長 那麼它加速才夠 才不會說掉到海裡面去 那現在如果我們把跑道縮短 那要靠什麼來輔助它的功能 彈射器 就是一個彈射器 那麼這個彈射器就好比 我剛才跟你講 電磁 電磁的概念 把飛機當作子彈 電磁彈射器就是電磁 電磁把這個飛機這樣 推出去 帶走 這就是同樣的原理 其實電磁彈射跟蒸氣彈射來說 說真的 他們彼此間的效益可以說完全不同 蒸氣彈射 它在能量釋放的瞬間 它的能量是最大 然後隨著兩個長長的氣缸 在航空母艦的甲板上 它的蒸氣推進效能會越來越低 那這個時候 飛機要靠它發動機的力量 產生的推力或是走馬力 來讓飛機走路前進 但電磁彈射 就如我們剛剛看到 它在整個電磁軌道的過程之中 它可以藉由能量電流的大小 它不斷的去強化它的力量 跟蒸氣彈射後面會越來越弱 它蒸氣的效果會越來越弱 跟電磁彈射 它其實可以隨著你的能量 但軌道的長度變化逐漸加長 它本身是不一樣的 那以電磁彈射來說 當初美國它設計的時候 它是希望它能夠讓航空母艦 一天的這個戰機的出行架式 能夠從現在蒸氣彈射 大概差不多120 提升到220左右 也就是整個彈射這個效能 要讓它的這個飛行甲板的操作更有效率 你不要看這個多的這個 670架式的這個效能 這個在對敵軍 或是對敵人所產生的攻擊的效能上來講 就等於說原本的這個1.5倍 這個效能就非常可怕了 那有什麼第一次彈射器 因為畢竟我們剛剛其實老師有講到 像現在美國這個 它本身是用合金的這樣一個電磁彈射器 它畢竟就是說在維護跟保養上來講 它其實比過去的這個蒸氣彈射器 更為複雜 在實際上海上運作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看到海上會有鹽粉 會有包括那個水 或甚至於可能會有這個油等等 都會讓電磁彈射器 它可能在使用上來講 會有一些不預期的故障 因此飛軍要花更多的人力 混至於時間去對它做一個清潔 或維護或保養 那也造成它這個整個成本 甚至比蒸氣彈射器還要高 這也是川普 他對於這樣一個系統的這個昂貴 然後成本的增加 因此產生了這個不悅之情 那最近就是中國的航母遼明號 它有到江湖海峽那邊 但其實那已經第一次了 那這次它我們一定要關注的部分 好因為之前 香港的媒體有說到 就是說大陸的航空母艦出海一次 搞不好四到五天就要加一次油等等 其實是蠻考驗到 後勤的維護了這個人情的量 那這次大陸的遼明號 進入菲律賓海進行演訓 其實我們發現時間蠻長的 某種程度來說 大陸它其實是要在這個地方 形成的戰術能量 也就是藉由航空母艦進入到 菲律賓海時去作戰 它的這個後勤的普及 包括油料件等等 相關的那些普及等等 能不能夠合乎它 預期在菲律賓海 作戰時所需要的一個 節奏跟頻率 然後讓它在這個區域的 作業能力提升 所以這次我覺得他們已經開始朝向 戰術化的訓練 在做邁進 也就是說原本 它過去只是一個 航行化的研究 也就是它的這個 航空母艦在這個地方 要如何航行 然後進行幾天的操作 但是如果時間變長 我們就要注意到 它在這個地方 已經開始進入戰術化的作業了 所以它這個路線 是沒有任何意圖的嗎 這個路線 其實當然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我們知道 如果它對美軍要進行反制止跟反介入 因為如果說今天美國要來協助我們台灣的話 對不對 它的這個航空母艦戰鬥群 打擊群 一定是在台灣的東部海域 大概300多公里的這個情況 那在這個地方呢 如果大陸它未來 它進行一個多手段的這個 反制止跟反介入 包括彈道飛彈 包括長程的這個 反艦巡弋飛彈 包括航空母艦戰鬥群 那當然這個彼此之間 可能它是相互協助 但是彼此獨立的 那因此它必須要對各個部分 都要進行相關的這個演訓 然後進行一個完整的組合這個演練 那對我們來說 其實當然也就代表第一 它的目的是要對美軍進行反制止跟反介入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部分 就是要對我們的東部 它形成一個打擊的能力 讓未來我們的台風防衛作戰之中 東部所承受的壓力也會增加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各位觀眾跟著我羅根斯 今天來到哪裡咧 來到萬死亡的秘密軍魔部 我們看到這邊 打槍小槍長槍短槍機砲等等 一應俱全 沒有啦 其實這邊就是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動力系的這個兵器展示室 李主任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請李主任來幫我們介紹 我們看到這邊有少見的雙聯裝 M2機槍 那這個M2機槍它的特性 可不可以請李主任幫我們稍微介紹 好的 為各位觀眾介紹一下 因為這個武林機槍呢 其實它原始的設計的用意 是所謂的反物資的一個武器 針對一些車輛所設計的一款武器 主要就是來破敗這些裝備的一個武器 那這個武器呢 在發展的歷程實踐已經非常久了 大概從二戰時期一直使用 使用到現在世界各國 我們這邊看到了 M61火拳炮 你看到沒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根炮管耶 六根二十公里這個機槍的炮管 剛剛羅根斯所介紹的六管 為什麼要設計型六管呢 因為就是它在設計的時候呢 是六根管子輪流設計 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以增加它槍管的一個壽命 所以因為在短時間內呢 你要發射大量的彈丸 如果是使用同一根槍管的話呢 它其實很容易過熱受損 用弱管輪流設計 它還可以增加它的設計 而且另外就是說 它在空中這樣旋轉的話 對於它的這個冷卻也大有幫助 所以目前呢 我們鮮華民國空軍的F-16戰機 還有F-7J-1經國戰機 都有使用M61火拳炮 今天也謝謝李主任 來跟我們這邊介紹兩款 國軍還在使用 而且可以說是 雖然說它有點老 然後它有點歷史 但是其實是非常堅固耐用 又可靠的武器 而且今天也非常謝謝 國防大學理工學院 對於我們的這個採訪 讓各位觀眾朋友 了解到厲害的電磁彈射器 跟電磁彈射砲到底厲害在哪裡 下一次不要忘了繼續收看 我們瘋傳媒瘋雲雲軍事的 宅軍事單元喔 跟著萬子王討教以後 這下我也知道實力的奧妙了 腳架來 燈來 我們上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最終的